熱播劇把關者們製作認真 一班演員除了要入學堂接受訓練之外 他們用的道具都絕不麻煩 好像早前王志民和袁偉豪的一場結婚戲 結婚相片可以說是多可憐 連Ben的太太張寶儀都忍不住讚嘆 有些反應 她說 哇 用不著這麼認真 她又不是吃醋 她覺得 因為她其實看到我很久未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這麼投入在劇的世界 加上劇情也很好 所以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她都會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不用怕 那張照片其實都是很小事而已 所以是好事來的 你明明真的拍得好 認真的 認真的 我還記得我們找一天出來拍婚紗照 化妝 塞頭 整個過程 甚至乎去到婚禮 整件事是很真的 甚至乎去到後面 其實我們沒有了嬰兒的那段戲 我覺得都挺入心的 真的好 雖然我自己沒有這個經歷 但是真的那種痛 原來對女人來說 是有一種千絲萬縷的感覺 劇集近這個星期的劇情峰迴路轉 不少人都很期待之後的故事發展 這一眾演員在到現身宣傳的時候 都說最重要是大家看得投入 我覺得人生很難去定奪一個Happy Ending 只不過在過程中 你有沒有做回一個自己不後悔的選擇 我覺得這一套劇也其中一件很寫實的東西 就是很成功塑造了姑媽 封sir 什麼都很寫實的東西 這一班的官員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普通人 不是不同的女人 是的 所以他們都會做回自己 希望做回不會後悔的選擇 所以到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都挺開心的 由開頭當初知道我的名字叫做姑媽 我覺得這個花名也很特別很有趣 可能最近出街或者我自己的朋友 都會叫我姑媽姑媽 覺得挺親切 所以都挺開心的 拍攝這套劇對羅天宇和孔德然來說 都是一個新挑戰 他們都很期待這些新嘗試陸續有來 我們第一次是有動作指導 去指點一些拳打腳踢 拍完之後都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帥 都很想試一下這件事 始終入行這麼多年都沒試過 然後真的我們的舞姿又很出名 他又很厲害地量了幾招給我 做完之後都挺有滿足感 其實看劇本的時候都挺期待的那幾下 其實不是不多的 好笑 但對我來說已經很多 因為第一次 所以很享受 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我是這套劇 第一次可能有多一點的演繹 在這套劇裡面 很享受地這樣做 沒有想太多事情 好像天宇那樣 很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點打的 其實也很開心 打那些劇 很帥的 真的剪出來 男生也是喜歡這些 對 就是一下子 然後又放個姿勢 眼神那些 不要說得那麼容易 剛才你才說不是很辛苦 不辛苦 但因為享受所以不辛苦 性格爽朗的劉詠璇 在劇中以短髮造型示人 不少人都大讚好襯她 不過原來Tiffany不太習慣 很習慣這些長頭髮 也不習慣 有時我發現很多人看 都未必認得是我 反而 但你應該很喜歡 因為你現在還保持著 我不是 你不發覺已經是長緊的嗎 好像短 不是的 上次是這麼短的 不是 我還是保持著慢慢留長 但是我又覺得 都有一些新鮮感給別人 因為真的從來沒試過這麼短 因為很多網民 我提到你都說 我喜歡你的短髮 真的嗎 是啊 那你有沒有覺得要保持 將來再考慮一下 但是你暫時這個階段是留長中的 哈哈 短髮很配飛飛這個角色 如果開把關姐玩意的話 又要 又要剪 留一場戲的時候 是時候又要再剪 你是不是剪光頭 OK啊 準備剪了 你是不是剪 我會剪 哇 剪光頭 剪光頭 大家聽到 大家監製決想剪光頭 麻煩下次找她